周琦在这个夏天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不再为新疆队效力 而是远走海外去澳洲联赛 了解新疆队和周琦的球迷都知道其中的渊源 当初周琦已经和辽宁队定好口头协议 从NBA回来以后就签约辽宁队 没想到新疆队从中插队 开出了更丰厚的条件 于是周琦也帮助新疆队拿到了队室第一个总冠军 但是此后的几年里 球队管理层一直没有作为 不能为周琦找到合适的帮手 于是他们每次都进不了总决赛 再加上新疆队各种约束 双方最终还是分手 周琦被逼无奈 远走海外 就在前几天 周琦正式获新球队会合 从他的视频来看 无论是教练还是球员 都非常欢迎他 并且还专门给他制定了一些列战术 可谓分量十足 最近周琦又做出了大动作 那就是不再和耐克续约 重新和国产品牌李宁签约 周琦的经纪公司发文 在纽雷威尔的帮助下 周琦加入李宁大家庭 李宁是国际一流的专业运动品牌 在产品的专业化和时尚创新上 日趋完美 李宁更是一个健康积极 具有民族荣誉感和责任感的国产品牌 期待周琦穿上国产的李宁 在海外联赛打出属于自己的新高度 而且今年三月份 周琦曾率先发声支持新疆棉花 早知道他当时还是有耐克的合约在身 稍不注意就会面临巨额赔偿 可是为了国家荣誉感 他毅然决然发声 相当于周琦的各种行为 胡明轩签约艾迪达斯再次被提起 今年九月份 胡明轩正式官宣签约艾迪达斯 而且显得比较高调 时候我们才知道 原来胡明轩是新疆的孩子 如此行为让很多球迷感到失望 对此广东队和蓝鞋并没有任何发声 让人有点意外 试想一下 如果要是周琦这样高调签约艾迪达斯 蓝鞋会怎么处理呢